我是Rita,日角农场主理人 今天我用当季的攀桃来做一道甜品和一道健康主食 先来制作一道夏季冰品 蜜桃鲜奶油棒冰佐气泡酒 去皮的攀桃去核切块 香草夹切开橘子待用 将柠檬汁浸水倒入锅中 加白糖用中小火煮到融化 放入桃肉 继续微微滚沸5分钟左右至桃子变软 锅里火放凉 煮好的桃肉和汁水一起放入榨汁机 将香草籽打匀制成桃姜 在每个模具中加入一小勺鲜奶油 倒入桃姜 插上冰棍 冷冻五小时成型 将做好的棒冰放入酒杯中 倒入一杯气泡酒即可享用 第二道香滑蜜桃梨麦粥 将洗好的梨麦放入锅中 加盐和水 煮沸 盖上盖 煮至半透明 捞出备用 南瓜籽 南瓜籽 白芝麻 放入铁锅 用中火备箱 等表皮沉浸棕棕色时 取出放凉 香蕉切片 桃子 椰枣 椰枣去核 切丝备用 接下来制作坚果美乃滋 将盘桃肉放入榨汁机 加腰果 柠檬汁 海盐 水 搅打至棉细 煮好的梨麦 放入香蕉片 苹果 桃子 椰枣 藍莓 最后撒上南瓜籽 芝麻 淋上南瓜籽油 这道香滑蜜桃藜麦粥就做好了 今天做的这道解暑甜品和青食 我选用了甘甜细腻的攀桃来做 建议攀桃放置完全成熟柔软 食用时可达到最佳口感及芳香度 若不容易去皮 可先在滚水中烫10-15秒 迅速放到冰水中 就非常容易去皮了 制作蜜桃棒冰的时候 将桃浆倒入模具中 需要预留5毫米左右的高度 让棒冰有膨胀空间 银麦原产于南美洲 营养丰富但热量很低 喜欢健身和轻食的人士 常用它来做代餐 银麦外皮有天然造干成分 口感有苦味或肥皂味 使用前需要先用冷水进行冲洗 坚果美乃滋可以一次多做一些 放在冰箱中 用来做馒头、面包的抹酱 和沙拉酱都非常美味